嘿呦,大家好,欢迎来到学到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会一起来讨论 二年级数学活动分离 活动十六,解决问题一 第七十三到七十几页的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好的,在七十三页呢 我们可以看到活动十六,解决问题一 我们来解决问题了 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自己编故事 然后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要看别人的故事 也就是看其中一种情况 然后我们要解决问题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 第一题呢,这边有 哇,苹果汁 有一箱一箱的苹果汁 还有就是橙汁 那么在苹果汁这边呢 它给我们的资料是120瓶 而橙汁呢,是192瓶的 那么以上两种果汁相差多少瓶 来把关键字赶快圈起来 相差就是要我们找差数 它会减的 所以等下呢,我们会有减法 会有等于的 好不好? 所以把重要的、关键的 我们先记录下来 所以呢,每次要解决问题 我们有四个步骤 但是我会强调前面第一个步骤很特别重要 也就是细读题目 仔细的读题目 你就可以找到关键词了 你找到关键词了过后 你就可以分析出来 哪一个数目是你要的 然后等一下你就可以决定 你的方法是什么 是要加法、减法、乘法、除法 还是不得运算的 好不好?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些资料过后 有了方法过后 我们计算就是我们第三个方法了 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检查我们的答案 所以总共四个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一分析出来题目里面的资料 第二就是找方法要怎样解决 第三找到方法就计算 计算了过后就检查 就这四步区罢了 OK,所以我们直接开始吧 所以这边我们有的是120和192平 还要找的是相差 所以我们把大的数目减掉小的数目 我们把192减掉120 对不对 所以橙字是比较多平的 而苹果字是比较少平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横式呢 把它写成数式 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OK 数位要堆齐 然后从个位开始计算 所以最后面这边就是个位啦 2-0等于2 9-2等于7 1-1 0 0在前边的话就不用写它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后答案 就是72 意思就是说 橙字和苹果字呢 它们之间是相差72平的 所以在下面的答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算到的答案写下去 相差72平 可以吗 所以这是第一题 我们就用那四个步骤 好,接着下来呢 第二题 莉娜制作了216个蔬菜饺子 加上73个虾肉饺子 注意了哦 这边有两种不一样的饺子了 那它总共制作了多少个饺子 来,关键字扑出来了 找这个圈出来 总共还要找 总共,总和就是讲数目会变多的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 啊,这个时候呢 我们本下就要用加法了 OK,所以把里面有的资料 那些数目赶快画线 或者你要圈起来都可以 所以第一个步骤 我们仔细读了过后 现在进入下一个步骤 我们找出我们要的资料 就是216找到73找到共 那接着再来我们要找方法了 这个方法哦 也就是加法 所以我们找加法 本下一定要写等于 OK,那我们把资料放进我们的算式里面 216是蔬菜饺子 73是虾肉饺子 总共是多少 所以我们把它加起来 有了横式 我们把它写成算式 要坚持数位要对齐 好,那6加3等于9 1加7等于8 2加没有东西 就是0的意思啦 就是2还是等于2的 所以答案是289 这就告诉我们了 它总共制作了289个角质 所以把它写进打这边 明白了没有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步骤 我们就有办法去解决了 哦,所以不用紧张 看到这些情况 看到别人的问题 哇,你就怕了 不用担心的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 好,接着下来我们看下一页的第三题 哇,这边有好多本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读题目 图书管理员 把18本书 评分放在3个书架上 每个书架有多少本书 赶紧把资料圈出来 你要圈也好 你要画线也好 都可以喜欢你 OK 最重要是你自己看得懂 你自己舒服的 所以这边有3个资料了 我有18 我有评分 我有3 所以这边暗示我什么的 对 评分这边已经暗示我要除了 对不对 平均的分配出去 OK 所以它要知道的是 每个价值上是有多少本书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 写成算式 等一下的算式一定是有除法 然后会有等于的 好 那我们就把里面的资料 题目给我们的资料 18 写在这边 就是18本是总共的书 我们要评分 评分去几个价值 3个书架 对了 我们就写18除3 等于多少呢 把这个横式写成数式 OK 把第一个数目 也就是被除数 写在里面 OK 18在里面 而除数 就是我们每次被的乘法表 写在外面 那我们现在就要被3的乘法表了 那3的乘法表里面 多少乘3是接近18 或者等于18的呢 对了 答案是 6 3 18 好 那么18-18 有没有差数 没有了 所以它是没有余数的 所以这边是可以被整除的 那么答案就是6了 这就告诉我们 每个书架上 有着6本书 不行的话 你要检查的话 可以 你拿6加第二个加子的6 再加第三个加子的6 6加6 12 12再加6 等于18 所以答案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写下来 OK 每个书架有6本书 所以你跟着那个步骤是可以做到的 接着下来我们看第4题了 学校准备了450盒的牛奶 发给318个学生 那每人一盒后 还剩下多少盒 看到没有 他准备一个总数给你了 赶快把资料 发现也好 圈也好 喜欢你 OK 发给了这个学生 每人一盒后 还剩下多少盒 看到没有 所以450呢 等下要减掉318个学生的咯 对不对 因为他找剩下 赶快把这个关键字 然后你要圈也好 打个字 喜欢你 你舒服就好 OK 剩下的意思 我们要找它的差数了 所以这边的图画 也能暗示我们的原本是有450的 然后分给了学生 每个人一盒 对不对 所以这边318是学生来的 那最后剩下多少 这是题目要找的 所以呢 我们把资料写下去 那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加减乘还是除呢 对了 剩下我们就会解 OK 所以等下我们的算式有解 把资料填下去 8的减小的 450 减318 等于 很重要 记得写下去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数是450 我们的数位要对齐 减318 等于 这边怎么做呢 我们要借位 对不对 所以这边0不够减8 我们跟前面的这一位借 跟10位借 10位有5 剩下4 我们借了10过来 OK 那么10减8等于 2 对 那么4减1等于 3 very good 4减3等于 1 对了 所以 这边就告诉我们 他们等下会剩下132盒的 所以还剩下132盒的牛奶 可以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跟着步骤就可以解决了 好我们看下一页 第五题 2S班有32个学生 那林老师把学生评分成8组以进行游戏 那每组有多少个学生 来赶快把资料找出来 32 8 Number 赶快找出来 然后评分 看到没有 又有关键字了 评分告诉我们什么 它暗示我们要除了 所以呢我们的算式会有除法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方法是要用除法 OK alright 所以把8的数目写在前面 32除8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 数是32 是被除数写在里面 除数8是我们的惩罚表 被的惩罚表写在外面 所以32除8 我们被乘8的惩罚表 多少乘8等于32呢 或者接近32的有没有 多少 多了 答案是 48 32 有没有余数 没有余数的 没有余数 我们就是知道它是整除的 所以 每一组呢 会有四位学生的 可以吗 明白了没有 所以等下他们就可以进行游戏了 那每一组有四个学生 就是这样子 可以吗 好 我们看接下来第六题 在教师节 五个学生 各送三朵花给老师 他们共送出多少朵花呢 来来来 赶快把这些重要的写出来 个别啊 看到没有啊 个别就是每个人 他们有送三朵 对不对 你看到个或者看到美 这些都是关键字 给我们做什么呢 做成法的 very good 所以这边 我们可以写 五 给五个学生嘛 对不对 每个学生 拿着多少朵 三朵 very good 所以这是个来的 好 五乘三 我们可以得到多少呢 我们把它写出来 然后假如你啊 我们写算四的话也可以 假如你已经懂了 五三是多少 你就可以直接写出来 所以五三就是等于十五的 可以吗 好 所以共送出了十五朵花 那要检查的话 很容易罢了 你拿三加三 第三个人的三 第四个人的三 第五个人的三 你把这些三全部加到完 所以后还是等于十五的 所以 再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这个方法正确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找到的是十五朵 好的 接着下来我们看下一页了 一个碗能放五颗鱼丸 那姐姐要把三十五颗鱼丸装在碗里 必须要多少个碗呢 来来来 赶快把资料给填下去 五 三十五 OK 然后装进碗里面 一个碗 看到没有 这边啊 你可以打个之后的化线 一个碗只能装五个鱼丸 OK 这样还有三十五颗 这告诉我们 姐姐要把它平分了 OK 所以你有时找不到关键字的时候呢 我们要了解整个情况 到底它要做什么 OK 现在我们知道 姐姐要把三十五颗鱼丸 平分进每个碗装的五个鱼丸 所以我们就要做 对 我们要做除法了 OK 所以三十五颗鱼丸 平分去每个碗有五颗 所以答案会是多少 把背除数 三十五写在里面 除数 背的成本表写在外面 五的成本表 乘多少 靠近三十五 或者等于三十五 Very Good 七五 三十五 对啦 假如你也觉得 你的成本表还不够快 你要加油咯 OK 来 三十五出五 答案就是 七可以被准处的意思啦 所以需要七个碗 不幸的话 你检查一下 第一个碗有五 第二个碗有五 第三个碗有五 第四个碗有五 到第七个碗都有五 你慢慢加 你慢慢加 看是不是等于三十五 一定对了咯 OK 这就是检查答案的步骤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八题了 第八题这边 伟人收集了九十八个冰箱磁贴 就是Magnet的意思啦 那三涌的磁贴呢 比伟人的多 五十二个 计算三涌的磁贴 数量 是多少呢 所以 这个情况 我们要 把 赶快 对 把数目赶快写下来 然后 我们看到多这个字有没有 他们在做比较了有没有 这边要小心啦 所以这边 题目就 给我们这个方法 他给我们这个用图画 用这个格子 来帮助我们分析我们的题目 伟人收集了九十八 OK啦 伟人有九十八 OK 这边容易啦 那三涌的磁贴呢 比 看到没有 比较啊 比啊 就是说比这个格子还要多 就是比这个格子还要多 就是要加的意思咯 要加五十二对不对 才能够知道三涌的有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 题目要我们 找谁的 找三涌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找这个人的 意思就是这样 上面这个格子 九十八 就是会带下来这边的 对不对 这边是九十八 那后面这个是多少 对了咯 五十二咯 这样你要找这一整条是多少 哈 简单 九十八 加五十二 你就知道答案了 OK吗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数是 九十八 加五十二 来 八加二 等于十 精卫一 五在上面 一加九等于十 十加五等于十五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一百五十 很棒 所以三涌就收集了一百五十个词片 明白了没有 好 这个也算简单了是不是 OK 那我们看比较难的啦 我们看第九题的 OK 这是第七十七页的 好 德力在今年阅读了一百六十六本故事书 比弟弟多三十八本 哈 又不再来比较了啊 注意了啊 那弟弟阅读了多少本故事书 来来来 就像刚才那个差不多的 把资料赶快签起来 一百六十六 三十八 比 多 哈 所以题目要知道的是 弟弟 OK 意思是这样 德力呢 他是比弟弟多的 OK 不是 不是像刚才这样子啦 他有点倒转的 所以呢 他题目问我们 弟弟阅读了多少本故事书 所以这边 我们就要把 德力 他讲他今年读的一百六十六本 对不对 哈 他说 德力是读比弟弟还要多的 所以读比较多书 对咯 德力读比较多咯 弟弟读比较少咯 那等下的答案出来呢 一定是要比一百六十六少的 对不对 一定要比他少的 那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一百六十六变少 是用加减乘还是除 对咯 就是用减法 对吗 OK 不能用除法 因为这边没有说要评分 没有 这边是比较罢了 所以我们就用减法 OK 一百六十六 减掉三十八 我们就知道 是弟弟的了 因为一六六 是德力的了 OK 好 我们把它写成 素质的话 一百六十六 减掉三十八 来 计算一下 好 这边六减八不够减 我们就跟前面的十位借 那这边六就剩下五 后面的呢 就可以变成十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方法 我的学生也觉得 这个方法会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他不用再重新 有的学生说 老师 我不够手指 我没有十六只手指 算不到 所以我可以介绍了这个方法 所以假如你已经会 借位了 直接变十六 减八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方法 没有问题的 OK 只是我比较prefer 这个方法 十 我们减掉八先 OK 十减八等于二 二再加回去上面的这个六 所以六加二等于八的 OK 好啊 那接着下来 五减三呢 在十位这边呢 是等于二 那这边一减没有东西 一减零就是等于一 那答案是一百二十八 所以这告诉我们的弟弟 他阅读的一百二十八 那你要检查答案的话 可以怎样做 你可以拿一百二十八 你加三十八 你是不是拿到合力读的数量了 也就是一百六十六 不行的话 你可以算算的 OK啊 可以啊 那我们看接下来 最后一题了 好 第十题啦 牙医已经替四百七十四个学生检查牙齿 哇 刚好多学生检查牙齿 有没有 还有一百零九个学生就检查完了 所以牙医总共要替多少个学生检查牙齿呢 那明白什么意思吗 题目告诉我们有四百七十四已经settle了的 搞定了的 OK 那现在呢 他还有一百零九个学生要检查的 所以他等下总共要帮多少个学生检查牙齿 对咯 我们等下就把这两个资料把它给加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就知道了 四百七十四 我们要加一百零九 对不对 我们就得到了牙医总共要帮多少 要学生检查牙齿 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计算之前 我们可以先估计 这边题目叫我们估算先 我们估算了过后 我们等下就知道了 我们答案对还是不对 因为假如估算的答案 跟我们计算的答案是接近的话 那就对了的 OK 所以四百七十四 我们用百位近视值的话 它就是五百对不对 大概五百啦 一百零九就是一百的意思啦 所以等下我们用加法的话 五百加一百会等于六百 所以等一下我们计算出来的答案呢 是会接近六百啊 它不是真正的六百啊 它会接近六百的 所以我们来试一试看 我们把四百七十四 加一百零九 等于四加九 答案是十三 净为一 一加七等于八 四加一等于五 五百八十三 对了 所以五百八十三有没有接近六百 是 你拿五百八十三做 百位近视值 还是六百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了 OK 所以总共要替五百八十三个学生 检查牙齿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方法 用估算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容易的 检查到我们的答案 OK 那估算跟计算它有差别 估算呢 我们到处会用近视来大约的猜测 去算它 那计算呢 我们是用题目点我们的数据 就是数目 然后我们来计算 根据我们找到的方法 去计算去算它 然后拿到真正的答案 OK 所以这一题呢 你可以看到六百是固算出来的答案 而五百八十三是计算出来的答案 OK 好啦那以上就是有关二年级数学活动本 活动十六解决问题一里面的洗题讨论啦 你学到了吗 希望你成功学到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更加多人一起学到 也别忘了订阅 打开小铃铛 以守住我们最新的学习影片 好啦就这样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